事情要追溯到2016年6月,当救援人员在布里斯班北部夏布杜尔的奥沙利文家中发现男同梅森的尸体时,梅森仅21个月大,而奥沙利文是梅森的继父。 事件显示,梅森身上多处受伤,包括一条腿和尾骨骨折,以及小肠破裂。此外,梅森的血液中,还发现了甲基本饼案,俗称冰毒的痕迹。 据美国广播公司ABC报道,梅森的律师说,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一直遭受着严重的虐待。 首席大法官霍姆斯趁梅森死时悲惨又痛苦,他没有受到任何温柔或友善的对待。 霍姆斯法官还说,作为梅森的继父奥沙利文,他承认自己是个疯子,他可能在作案时受到了毒品的影响。 然而,在梅森去世前的几个月里,他曾因多处受伤接受治疗,并于2016年2月,被西伦托夫人儿童医院收住了三周,这是为了治疗有腿的脓肿。 同时,医生还发现他生殖器周围,出现了慢性和广泛的疲诊。 听证会上说,梅森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里,无论吃还是喝,都会呕吐,非常痛苦,奥沙利文承认对继子梅森的过失杀人罪,他被判处九年监禁,非假释期间未遂年,这意味着他有资格在2022年获释,不少网友认为量刑太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